我们今天说了半天 说了一个爱情 爱情这事很麻烦 我们查一下字典 这爱情这个词啊 你仔细想你解释不了什么叫爱情 你一查字典你就乐了 在字典上告诉你什么叫爱情呢 就是爱慕的感情 那不等于没说吗 就是爱情到底是什么 我们比如我们说啊 感情你很容易解释 亲情你也很容易解释 但爱情你反而很难解释 爱情实际上是人两相情愿的一种 具有极强张力的情感 还不一定是两相情愿 你单方也叫爱情 比如你对那女的爱得如痴如醉 那女的根本就不理你 那也叫你单方的一个爱情 就是爱情一个典型的特征 它是具有极强的张力 那我们就在讲啊 就是爱情很难持久 因为它有强度啊 有张力就有强度 你长时间这么绷着 谁也受不了啊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感情呢 是将爱情最终演化成一对亲情 人和人啊 之所以亲 很简单 你有血缘关系 对不对 你说我跟我爹妈 我跟我孩子啊 我都有血缘关系啊 我肯定亲啊 那是我亲人呢 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可不这么认为 法律上认为你第一继承人 不是你有血缘关系 是你有性关系 这性关系叫配偶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 对啊 我自己想我跟这人啊 甭管是跟我老婆 还是跟我丈夫 他们俩之间真的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只有一个合法的性关系 对吧 你有这个性关系呢 你会发现 对啊 我这层关系 为什么变成了第一社会关系呢 这是人类由于文明和道德的进步 由于法律的进步 规定的 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那就你这个关系就没那么重 因为如果你在你生了育还好 就是你们俩有一个爱情的结晶 如果你没生育那你之间就是这一层关系 血缘关系有一个特征是配偶关系没有的 就是血缘关系不能逆转 你是你爹妈的儿子 你是你爹妈的女儿 你到什么时候 甭管你爹妈认不认你 你认不认你爹妈 你都是他儿子 你根本转不了 不可逆转 但配偶关系是可以逆转的 什么叫逆转呢 你结了婚可以离 离了你还可以跟别人结 对不对 所以 这种听着不够 非常牢固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 为什么成为 我们人类文明中所规定的第一继承人的关系呢 就是人类在这种合法的这种婚姻关系 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叫婚姻关系 说的直接一点叫性关系 是人类第一关系 为什么是因为这种关系 结成是非常困难的 本身你想你跟这个女的本身之间没有关系 或者说你跟这男的本身之间没有关系 但是由于你们俩相识相爱 或者不相爱 为了某一种目的 你们俩结成了一个法律认可的一个婚姻关系 我们都知道 这婚姻关系 如果你是两情相悦的时候 诱惑极大 如果你两情不悦 有其他社会原因也可以结婚 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爱情结婚的 有很多过去 有的人为了门帝 为了门当户对 有的人是为了父母高兴 我就碰到一个女孩跟她聊天 我就说你那个婚姻状态怎么样 她说不怎么样 我说有感情吗 没感情 我说为什么没感情 她说我原来有个男朋友 我跟他感情特别好 然后我就想跟他结婚 就是我爹妈不同意 我妈我爹妈不同意 我又怕我爹妈 我怎么办呢 然后我爹妈就给我找了一个人 找了一个人问我喜欢不喜欢 我说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你就安排婚礼吧 然后马上就结婚 结婚就生孩子 所以他的婚姻状态并不好 如果你让他跟他那个追求的那个 两情相悦的男朋友结婚呢 也许好 也许也不好 谁也不敢说 因为你以前有爱情 你的婚姻状态就会变得非常好 我刚才讲了 我说对爱情来说呢 有一个叫半球理论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半球理论 实际上还有一种理论 是我说的夫妻之间呢 有一种叫钥匙理论 这也是我的发明 我创造的啊 什么叫钥匙理论呢 我们现在的很多钥匙 跟过去的钥匙的原理不一样 我们真正的钥匙呢 这锁有一锁心 锁心里全是弹子 这边有一钥匙 钥匙只要一处进去 我们都知道这钥匙有齿孔 有齿是吧 这个齿有凸起来 有挖一下 你处进去以后呢 这个弹子就平了 平了以后一拧 这锁就打开了 那么基于这个物理现象啊 我们就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啊 他都不是一把锁 也不是一把钥匙 他没那么简单 你想用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呢 这是我们的生活中 对锁和钥匙理解的一个常态 但是你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 假设你是一把锁的话 他需要多把钥匙才能把你打开 你注意看啊 很多那个配锁的师傅 他有一组钥匙 他都插进好几个 把你打开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追求 夫妻之间啊 首先要保留一定的内心的秘密 什么秘密 你夫妻之间自我去这个体会 那么你夫妻之间的这种思想上的突起和凹陷呢 你互相之间不可能那么严丝合放 就换句话说 一把钥匙是打不开你这把锁的 那就需要多把钥匙来打开你的这把锁 那么这种呢 我们过去都能看到啊 就是比如一个女的啊 结婚以后 她需要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这个我们说的这朋友不一定是你之间有 有肉体关系 没有 都是精神关系 她有时候有的 有的 比如她是一个很小私调的 这个女人 很喜欢文学 她可能有教一个文学的男朋友 跟那男朋友经常探讨文学 但是她一定要守住一个 守住一个界限 她不逾越过去这条界限 那么她可能跟她丈夫谈不了 为什么跟丈夫谈不了呢 不是丈夫不好 是丈夫没这份修养 丈夫是一工程师 是一个 IT男 她没法跟你谈这文学 所以她只好精神出轨 跟另外一个具有文学能力的人去谈 那好 你丈夫和那个人就形成了两把钥匙 那如果你在有一些生活琐事 你还有一个男朋友 他特别能接受你的生活琐事的这种 叙叙叨叨的聊天 你可能内心就能释放 所以你可能有第三个人 那好 你三把钥匙开一把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钥匙理论 这种钥匙理论 不管是正向和反向的 就是说一个女的和三个男的 或者是一个男的跟三个女的 只要他不逾越于 大家都清晰的那条界限 我觉得它是生活中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这种钥匙理论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钥匙理论 其实一旦你能够能够接受这个理论的时候 你就能够对待生活 对待生活的质量的提高是有好处的 比如我原来就碰到过这样一对极为精神的人 他们两个人一男一女 当然都是互相都有家庭 两个人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是很巧的一块出门 出门的时候两人就在一起聊天 特别高兴什么 最后住在一个地方 住在那个宾馆的时候 那个宾馆里呢 它是那种套间 中间有一道门 有一道门两边各住一个人 各住一个人 那就很简单 这个门一打开 两个人就可以混在一起 那你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说 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 但是两个人都止步于此 这个女的就在门上插了一根草 插了一根草 早上起来一看那草还在 就知道这男的呢 就没有试图打开这个门 这种纯精神恋爱呢 是很困难的 但是它一定是有的 它不会没有 随着一个人的成熟 一个人的阅历 一个人的精力多以后 精神上守住这条这个界限 就是变得越来越容易 年轻很不容易 年轻时候说和做之间呢 做很容易守不住这个界限 但是你随着你的这个修炼 你慢慢慢慢你知道 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啊 很清晰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婚姻制度 全球范围内的婚姻制度 都受到了今天的啊 信息化社会和智能化 这个社会叠加革命的一种 这个冲击 让我们人和人之间 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人 跟过去人之间呢 有一定的差别 那对我们来说啊 对我不是对我 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呢 我们在智能时代 人类对于两性之间 对于繁衍子孙的这个制度呢 一直在不停的摸索啊 或者说探索之中 我们都希望找到一种 人类最好的婚姻方式 让人类过得越来越幸福 但是在今天这场巨大的信息 和智能革命下 我们在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道很深刻的难题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建立 这就叫革命成功 这个从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直到1949年 28年 这革命成功 整个这国家翻天覆地 变成了一个新中国 所以这种革命的成功呢 给那一代人 那都革命成功了嘛 可以结婚了嘛 所以那婚礼都叫革命婚礼 革命婚礼 至少拐一面国旗 都是先红的 有时候呢 就是跑到这个 大礼堂 跑到大礼堂 分点瓜子 花生啊 就是弄一茶花会 对对对 就像茶花会一样的 这婚礼就算完了 我在 我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篇 关于中国人的爱情的一个杂文 它是这么写的 它说 这个就是 它说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事 说当时中国人的爱情是这样 工人 工人呢 这个整宿的谈技术革新 你这技术革新在当时工厂里 是主旋律 那说农民谈什么呢 农民就是跟老婆呀 整宿的谈改良土壤 就是我们原来讲过农业的八字方针 农业的八字方针的第一个字就是土 土肥水肿密保管工 八个字 就中国的农业呢 是在这个八个字里周旋 第一土叫改良土壤 因为中国的土地 中国人真的是勤奋 中国的土地 只有东北是肥沃的这个黑土地 我们的陕西高原都叫黄土地 黄土地辅制值就差 就没那么肥沃 那我们再往这个南方走 你比如你到江西湖南这些地方 那地方土都特贫瘠 那土都少进沙子 都是红土地 红土地呢 除了含铁 其他什么都不含 就不富 所以改良土壤呢 就是尽可能地往里融进农家肥 所以过去 我们在农村 真的 那个农民都是这样 为了自己的农家肥 肚子内疾 都舍不得在外面拉 都得跑着回家 拉自个家里去 最后 半成农家肥 所以 这个农民呢 就要讲究改良土壤 那么 这文章写的有意思 他就是说 工人整朽的谈技术革新 农民整朽的谈改良土壤 他说 至于党委书记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 媳妇有病 不回家 讲究工作第一 所以 这就是他爱情的一个标志 这个小文写的 有点 有点灰血 但是 他确实反映了 那一代人的 这个人生的态度 这个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对爱情 我们讲爱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那么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 那一代人 我们的上一代人 他讲究的都是革命的婚礼 但到我们这会儿呢 就基本是战斗的婚礼 什么叫战斗的婚礼呢 我们是那个战斗的婚礼的尾声了 就是我是八十年代初节的婚 那七十年代的人呢 都是那时候讲究战斗啊 都是这个 有一首歌我也不知道 你们知都不知道啊 那歌我真的 这个 我说完以后编导音 给我找出来给我配上 叫东风吹战鼓雷 就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就是你现在老说 究竟谁怕谁 最初这个梗 就从那来的 东风吹战鼓雷 所以当时 中国人都是一种战斗的心态 比如啊 他的新郎新娘经常说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 我们的战斗友谊 终于走到一起了 我的妈呀 您那夫妻之间 还有战斗的友谊啊 我就说这个 我想起一个事啊 1977年恢复高考 北京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那个年月的人都知道 这篇高考作文的 命题作文的题目就叫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你想想 我们从上到下 连高考作文都提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所以那时候的 所有的婚姻的状态 都叫战斗的婚礼 所以我老说 你一看 这状态是这样的 这人都这样的 肯定就是 那个年月的人 对吧 那么在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由于改革开放 我们今年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啊 下半年都是有 很重要的庆祝活动 那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慢慢慢慢 这个物质就丰富起来了 就是这个物质一丰富 结婚就讲究了 结婚讲究呢 有意思 我这个 曾经在一个 这个朋友的婚礼上 因为有时候朋友结婚 我其实不是太 凑热的 别人的朋友请我嘛 那我就去 去了以后呢 人家肯定让我发发言呢 发发言呢 我就讲讲我的 这个爱情理论 我有一个爱情理论 这个 我过去不公开说 不公开说 我私下有时候跟人讲讲 后来我在朋友的 这个婚礼上 人家说一定让我讲讲 然后他们俩呢 就讲得特好 就说我们俩怎么怎么相识的 我们俩怎么怎么相爱的 我们俩怎么怎么 要白头偕老 我们俩特别希望 就是几十年以后 到晚年的时候 我们依然能拉着手 去看夕阳 说的就很煽情 很浪漫 然后我上去就说 我说我也希望你们这样 就是你们到晚年的时候呢 两个人能手拉手的 能看夕阳的时候呢 就千万别忘了一件事 千万别忘了回头 回头的时候呢 我说我一定 就远处坐在轮椅上的 那个人就是我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的这话的意思是说 你每个人下决心都很容易 但是你说完这个话 一定是有人监督的 你说你几十年以后 两个人拉着手 去看夕阳的时候 你要想 你当时说这话 是几十年前说的 我们都是见证人呢 所以我就在这个婚礼上 讲了我的所谓的半球理论 我的这个半球理论 其实很简单 我就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 你在婚姻社会上 你就是半个球 这很简单 你必须捏合在一起 才能滚动 对不对 你半个球怎么滚呢 你肯定一下都滚不了 那么你甭管你是男人和女人 你在我们这个婚姻社会中 你就是半个球 两个人往一捏 你就能滚动 但有一点 这个男女之间的直径不一 你很难保证 你们两个人直径是一致的 如果直径相差不大 就差一点 那你完全可以呢 磕磕绊绊地往前滚动 对不对 这个道理大家都很容易就理解 你在这个滚动当中 你慢慢慢慢慢慢 两个人就磨平 就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就越来越舒服 如果你的直径差的比较大 你这半球和人家那半球 差距比较大 如无论你开始的力量有多大 就是你推动他的力量有多大 这个力量就是爱情 你们俩半径不好 但是爱情的力量大 把你们推起来 咣当一滚 这时基本上 您就滚动几下 就坑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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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几下就滚不动了 那滚不动怎么办呢 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另找新人 那两个人直径 完全一致的 是极为罕见的 有没有啊 那肯定有嘛 我说啊 天下如果真有那一见 一见钟情啊 两个人一下 就是一见钟情就看上眼了 然后又能结婚 结婚以后一生也没办过嘴 没生过气 没吵过架 然后能同日啊 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 同日是 这个走啊 别说死啊 同日两个人能拉手升天 有没有这种人呢 我说 如果有 这人就是神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我在讲这个 爱情啊 就是这种直径 半球理论的时候呢 我说他这个爱情的直径啊 他不是一种科学的数据 他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数据 去表达 去衡量 他是一个文学的表述 所以他非常的复杂 随时可以变化 他的构成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个人的文化教育 还有你的性格 还有你的人生经历 乃至癖好等等 他由多重因素组成 那么外力啊 只要外力一出现 他可以临时或者永久的改变你的直径 所谓外力出现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你的人生中 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人 比如 比你找到女朋友更漂亮的人出现了 他也追求你 或者说比你找到更帅的男朋友出现了 他也追求你 各种原因 你都可能改变你的直径 所以呢 一个人 我老说你的直径啊 是否坚强坚硬啊 它实际上有赖于你自己的修养和对方的一个帮助 就是你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能粘合在一起 很好的这个滚动起来 滚动你这一生呢 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场这种一种修炼 一种修炼 爱呀本身是抽象的 但情呢 是具象的 两个人感情是很容易看清楚的 爱情呢 它是一种很自然的 但是婚姻状态不是自然的 因为婚姻状态是人文规定的 人文规定的 那么在这个我们经营的这个爱情呢 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经营爱情 所以它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 你如果知道了自己就是半个球 还知道自己有个直径这么个东西 很抽象的一个直径的东西 这个直径是有局限的 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我们所谓的这种半球理论 那我们结婚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婚姻 讲了五六十年代 我们父辈人的那种革命式的婚姻 比如我们七八十年代 我们这代人的战斗式的婚姻 它这些呢 实际上都把我们过去传统社会中的 很多很多这个程序和仪式感给简化了 我们过去啊 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 最大的一个仪式感是什么 我想你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中式的传统婚姻 都像模像样的啊 就假不假事的做这么一下 叫什么呢 盖头 盖头就是一块大红布 把你脑袋一怪 不是把你的脑袋 是把这个妻子的脑袋 把女人的脑袋一盖 你知道他为什么过去人盖着啊 第一 让你有幻想 过去这男的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啊 都是介绍来的 没见过这女的 从来没见过 这女的如果是大家闺秀 从来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啊 谁都没有这个见过这女孩 收拾干净了啊 都弄好了 最后把盖头一盖 这一盖从大清早一直盖到晚上 都不让你看见 那么你看见没看见 这女的看见了 就看见一个盖着红布的 一个女的 呼呼悠悠 呼呼悠悠 这一天 然后你想 你那个内心的感受啊 被 被这个 诱惑的啊 到了个 顶端 你看不见的东西是最美的 你想象出来的东西是最美的 是吧 比如这女的长得一般般啊 就按照我们 大家都能理解的打分标准 说这女的长得一般般 就六十分 是吧 你想 她给捣吃捣吃 化化妆 折腾折腾啊 这就变成七十分了啊 如果你盖上一盖头 你等待 等待半天啊 你想你这等待的心境 又上去十分 这就八十分了 是吧 再收拾收拾啊 如果你再去弄个整容什么 你一掀开 这就一百分了 所以这个掀开的 那一瞬间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盖头啊 在过去 它的确是 在你婚姻的程序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我见过现在的新式婚姻啊 也弄一盖头 这事就 您都 哎 我不好意思说 您都做了什么 您都奉子成婚了 您再弄一盖头 没有任何想象 您就是走一流程 是吧 过去是真的有想象 你想这女的 你都没见过 你听她的 哎呦 这里头盖着 而且你说你抓耳挠塞的 这一天 你都看不着她 你想你多么期盼 晚上啊 进了洞房 人都退去 你把这个红盖头一掀 蜡烛正好灭了 你谁没看见 然后你在 这一宿啊 如梦如幻 我们今天的啊 每个人的这个婚姻呢 它第一步就是 你对社会公事的 你的结婚 就是我们所谓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啊 今天的婚礼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啊 都是在结婚前 把结婚后该干的事 都先干了啊 我们那个年月 这种事还不多呢 这个我们上一代人 几乎没这种事 就是你不结婚 你不可能 把你结婚后的事 提前办了 然后你后来 补业婚礼 甚至奉子成婚 这是不可能的 过去奉子成婚 得丢多的人呢 现在没有这事 所以现在要举行婚礼 这个婚礼 很大程度上 是做给这个社会看 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啊 就现在结婚的年轻人 都是结婚的那天 最后怒火万丈 事后都要说 我那天都不想容忍了 要不是那天 都是考虑我爹妈的感受 我就干脆就不结婚 受不了了 被折腾的要死 大早上三四点钟 就得起床 女的就得化妆 男的就得折腾 男的要接新娘 女的化妆要等着来接 接新娘 现在各种城汐 各地都不一样 我看过很多那种 过火的视频 闹洞房实在不像话 有的是喷各种东西 有的还有危险 什么碰得一下着了 什么等等 那么闹洞房 今天闹婚礼呢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 全都不一样 很多地方非常的过火 是一种陋习 但是你要要熬过这一关 我们那个年月的时候 结婚呢 我觉得对新娘 最难的一关 就是给所有人点烟 那点烟都不好好抽 你说我记得在工厂 谁结婚都是 给师傅们点烟 每个师傅拿着个烟 要么就不做 要么就往外吹 要么就不让你点着 你不花个三根火柴 四根火柴 你甭想把师傅的烟点着 你想这一个 这一个婚礼一百个人 你光点烟 照一个钟头就出去了 那时候那种折腾呢 好歹还是一种 比较善意的 现在我看有很多 各地的闹洞房呢 已经变成了 不那么善意 让新郎强忍着内心的怒火 新娘呢 就十分不是这种 这种实在不顾理的 这种闹法 你比如我在这个香港看到 香港那个 你也说不上来 他那个是怎么个闹法 他把那个新娘啊 这个和新郎呢 搁在一桌子上 那现在大餐厅里 谁都看得见 让这个男的站在那 然后呢 从他左裤腿里 搁一生鸡蛋 那生鸡蛋还专门让人敲一下 让你看确实是生的 从左裤腿进去 然后让这个新娘呢 一点一点把这个鸡蛋 弄到当上 然后再从右裤腿下来 这个过程不停地 有人推散他 推散他 就希望他这个鸡蛋给弄碎了 你说这算一个 婚礼中的游戏吗 我觉得这种游戏 大可不必去做 今天啊 由于城市中婚姻的 这种仪式感呢 是使很多人惧怕 这个结婚的婚姻 所以有人就说算了 我不举行这婚礼了 我出去旅行结婚吧 要不然呢 就约一点最好的朋友啊 那么个十个二十个人 到找一个旅游景点 结个婚啊 拍拍照 然后呢 回来呢 给大家分点喜堂 我觉得也挺好 结婚有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大张其苦 做这个巨大的场面啊 请所有的朋友 你也可以啊 就独处啊 就家里几个亲人吃一顿饭 我那时候结婚 就是几个亲人吃顿饭 拉倒了 当然我们那个年月 有条件问题啊 今天没有条件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是有能力的啊 这个举行盛大的婚礼啊 不怕花钱 我们也看到 每年都有 这个新闻上都有这种土豪 富豪嫁女啊 或者结婚 那么这种 这种结婚的仪式 普遍的是给社会一个信号 就是你结婚了 但是对你来说呢 就有没什么可幸福的 因为你所有该办的事 你事先都办完了 你说你事先办完了 你在举行这样一个婚礼 如果过于劳腿 过于辛苦 过于心烦 你一定感觉不好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今天 如果你想举办一个 这个啊 自己舒适的婚礼 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你做多大的婚礼 就是说你一定要想 你有多大的承受力 ну 也认穩 Qua Am 对 我 Speaker 什么 我 把它 国 你们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